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酸性体质也就是细胞内酸跟自由剂的堆积 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呢? 还有要怎么样把它排除? 酸性体质这个名称是在1931年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Dr. Otto Warburg 他提出的 就是说他认为说很多很多的疾病 尤其是癌症 都是因为人有细胞内酸中毒 我们叫intracelular acid dosis引起的 在我们正常的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的酸碱基是ph7.2 是偏碱性的 如果说已经变酸了以后呢 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DNA就会突变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细胞应该是偏碱性 7.2的 如果你的细胞里面变成酸性的话呢 有很多细胞它就活不下去 所以它DNA要突变 突变以后呢 变成它可以适应这个酸性 那么它这个适应酸性的细胞呢 它可以不受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控制 它就变成我们讲的癌细胞 它为了生存 所以只好突变 这个是当时 Dr. Otto Warburg的一些报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中性在化学上是7嘛 那么我们身体是要维持在7.35到7.45的这个细胞外的偏碱性 细胞外是7.35到7.45 可是呢细胞内是7.2 不能够过高也不能够过低 要维持正常 我们为什么会有酸性体质的形成呢 后面还会再详细讲 在当时 Dr. Otto的时候呢 他还不知道有自由基这个事情 他只是讲细胞内酸中毒 可是我们今天知道说 细胞内如果有酸太多 自由基也一定太多 他们两者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 如果要排呢 也是两个一起排出来的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酸性体质 为什么要被矫正呢 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谈 其实酸性体质跟新陈代谢失调就是同意思了 绝大部分都是后天后天性引起的 同时他也是很多后天性疾病的源头 就是百病同源都是新陈代谢失调 都是体质过酸 酸性体质会引起哪些疾病呢 我们来看 就是过敏 智力神经失调 脑神经发炎 代谢症候群三高 高血压中风 清晶梗塞等等 还有前面讲的第三点是精神病 脑神经疾病 第四就是自体免疫疾病 好像红帆心狼苍啊 泪风湿等等 最后呢最严重的就是癌症 所以说酸性体质可以引起几乎所有的疾病 不过自从1931年诺贝尔奖得主 他提出以后呢 说应该要让细胞内不要过酸 可是呢我们现在的医学啊 只能够检测细胞外血液里面的PH 我本身也是做重症的医师 也曾经做了十年的急诊科医师 其实我们非常了解 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酸性体质 我们最多只能够跟人家抽动脉血啊 静脉血看他酸减值多少而已 所以既然酸性体质没有办法被定义 更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说细胞内酸中毒 也就是酸性体质啊 他大概在1931年到现在2016年 还是医学界啊 无解的难题啊 那现在我本身 我因为我做自然医学 也做了十年了嘛 我现在将近七十岁了 有三十多年的重症跟急诊的临床经验 我现在改做自然医学 那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解决细胞内酸中毒 也就是酸性体质的方法 那当然今天我在这里 是做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人类医学史上没有人提过的一个方案 当然啦 有人会说那你怎么不写一个报告呢 事实上哈 这个要做出一个正规的报告哈 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麻烦可能要好几十年后才会有这个报告被刊出在这个世界认可的这个 也叫做医学看物上 那我们现在只是说 用一种科普的概念 来去跟大家分享 做一个群众的教育 酸性体质怎么定义呢 事实上这个是我本人根据我十年来的自然医学经验来定义的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当你的尿液的酸减值超过6的时候 就表示你有酸性体质了 因为酸没有排出来嘛 就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那同时虽然我们非常不容易测到 我们细胞里面的酸减值PH 可是我们用猜的也知道 他的这个盛行令呢 大概在一般的正常的成人来讲 大概有85%的人都有酸性体质 怎么样判断人有没有酸性体质 前面讲过了 就是只能够由尿液的酸减值来推论 没有办法直接测 我自己经常会测我自己的尿 大家看 这个叫做尿液四脂 我的尿通常都是5 或者5以下的 这个尿液四脂 你把四脂放在尿液里面 这个是酸减 这个是葡萄糖 这个是蛋白质 酸减值这个5 6 7 8 9 当然在现在的医学 大家好像没有把这个酸 尿的酸减值当成是一个 评判一个人健康的标准 事实上我就是按按照这个尿的酸减值 来去评判 所以尿的检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 酸性体质为什么会形成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淀粉 碳水化合物是过量 或者爱吃甜食啊等等 面包啊 吐司啊 馒头啊 面食啊 米饭吃过多 还有就是好油吃的不够 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空气不流通 二氧化碳过高 大家这样看可能会这样听可能会觉得满头雾水 可是大家花点时间把这一篇报导呢 一个视频看完你就会非常非常的了解 同时认同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新陈代谢疾病 那么新陈代谢疾病这边是癌症 这个是四个阶段 这是癌症 这个是一些重症 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中风啊等等 这个是癌症 那么这个叫亚健康 也就是说 自己不觉得有病 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是正常人 那么我们新陈代谢疾病 就是指说 我们所吃的东西 碳水化合物过多 油脂不够 蛋白质也过多 引起 我们细胞的引擎坏掉 就好像一部车子加错油了 车子抛锚 然后呢 就引发各种 代谢性的疾病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整理出来的一个很完整的看法 那么人体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基呢 为什么会有酸呢 因为我们人体 有60兆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 大部分的细胞都有粒线体 粒线体的数目 这个不是很均等 那一般上大概都有超过1000个的粒线体 也就是说粒线体就是细胞的引擎嘛 那么一部车有一个引擎 我们的细胞有1000个引擎最少 车子会排废气 我们细胞在燃烧 也是车子是烧汽油柴油 那么我们人体是烧葡萄糖脂肪酸嘛 燃烧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燃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到氧气 空气中的氧是21% 我们吐出的氧 吐出这个气体的氧是13% 其中有8%拿来燃烧掉了 燃烧来做什么呢 就是产生ATP能量 还有产生水 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么我们正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400 可是我们吐出来的二氧化碳是5万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自由基生产的这个介绍 那么我们用的原料是葡萄糖跟脂肪酸 其实葡萄糖过多它的效率比较不好 那脂肪的效率可以高过葡萄糖27%这样 所以说葡萄糖过多不是一个好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的粒线体 粒线体呢它会燃烧会产生ATP也会产生水 也会产生水 这个水产生以后呢就会把我们的酸排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车子会有就像氢燃料电池一样 会燃烧葡萄糖燃烧脂肪酸 然后把这个氢把这个氢拨下来燃烧 这个是氧气 我们空气中如果没有氧 我们几分钟就会死人 因为没有办法再产生这个ATP电力了嘛 所以呢这个粒线体会排废气 很多二氧化碳5万会排出来 那么我们吸进来的二氧化碳呢 空气中是400突出来是5万 400 5万这样 我来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二氧化碳检测仪 这个叫CO2PPM 本来是900多的 现在呢吹一下 这本是400 600 等下会超过1万 然后又再回来8000多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证明说 我们是一个 会吐出非常多二氧化碳的一个深入 一直在燃烧 我们身体就好像是一个火炉嘛 那么在台湾有这个叫做室内空气品质标准 对二氧化碳的浓度有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 这个规定是说 我们室外是400PPM 那么一般的公共场所不能超过1000个PPM 超过的话就要开发 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呢 因为这个超过1000的话 对人体就会有坏处了 就对健康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超过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十 甚至就是一二三四 十万PPM 人就会很快的就会死亡了 那么我们身体一直在燃烧燃烧燃烧 燃烧葡萄糖 燃烧氨基酸 燃烧脂肪酸 就会产生一个肺气 肺气要被送到肺脏 然后再吐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肺脏肺泡 肺泡呢 里面就行这个呼吸作用 这个红色的是有氧的 黑色的是没有氧的 血液 这个是我们的肺泡 肺泡呢 来自血液中的这个二氧化碳 就会跑到这个肺泡里面 这个是血管 这个 然后呢 氧气就会跑到血液里面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过高的话 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就排不出来咯 排不出来呢 怎么办 我们身体就会变酸 为什么会变酸呢 因为二氧化碳 加水会变成碳酸 碳酸会解离成酸根 所以我们呼吸性酸中毒 就是说你吸太多二氧化碳 你们的我们的身体也会变酸 身体变酸以后 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神经传导每秒是100公尺的 每秒100公尺 很快 然后呢 我们身体也会排放这个 神经传导素出来 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硬做嘛 这个神经传导素的主要原料还是油脂 那么我们人就会排放很多很多的神经传导素 比方说 身上腺素啊 真身上腺素 多巴胺 血清素脑肺等等 这个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 这个就是一个神经传导的图 神经它是不是像电线电器一样会连在一起 它们中间有一个gap 有一个缝 那么它靠什么东西来传呢 就是说这个神经末梢有很多会释放出很多神神经传导素 释放的如果是血清素啊 多巴胺啊等等 你身心情就会很好 如果分泌的这个是 肾上腺素等等 你就会生气嘛 就会动怒 所以我们人 都是被这个化学物质的情绪 被化学物质所操控的 那么我们这样传过来 这个神经就会传导下去 我们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这个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好像一盏电灯泡一样在放电 那么我们的1500亿个神经细胞 它是自己不会吃东西的 它是都是靠这个心状细胞吃东西来养它 把这个营养输送给脑神经细胞中枢神经细胞 还有一种就是寡凸细胞 它会修补我们的神经 还有一种叫微胶细胞 好像清道夫一样清扫 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变酸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传导就会变慢 就会变慢 变慢 有一些神经 好像寡凸细胞啦 心状细胞 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所以我们的神经细胞就慢慢慢慢会萎缩 像这个葡萄糖是太多 引起这个淀粉堆积 我们叫βetamilose protein类淀粉 这个是阿滋海默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脑就萎缩了这样 好 我们身体里面如果细胞过酸 还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失调 因为我们身体要应付这个免疫系统病毒啊 真菌啊 毒素啊 污染物啊 寄生虫啊等等等等 都会 要靠免疫系统来去处理 这个就是免疫系统 这个partion 这个坏东西 坏人进来了 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呢 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去对抗它了 这个东西 坏东西跑进来 跑进来以后呢 就会 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出动 出动叫素状细胞 好 好 塑料细胞 我们经过一系列这个免疫系统反应呢 好 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些成员 就会跑到这里来 好 看坏人抓进来了 就把它抓住 抓住以后呢 就会产生一些 一些提疫免疫或者细胞免疫 比方说过敏的话就跟这个有关 这个发炎反应 还有这个叫做细胞免疫 比方说肺结核啦 还有这个癌症啊 这个叫NKT cell 就是杀手自然 癌自然杀手细胞嘛 好 这些东西失常了 失常了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 比方说过敏啊 好 还有这个癌症啊 等等 好感染等等 那么 我们这个 是白血球嘛 好 如果是身体过酸白血球就不工作了 就代工了 还有呢 我们身体也会有第一型免疫反应 好 叫做肥大细胞 它会放出组织胺 还有我们身体有第三型的免疫反应 好 这个叫慢性炎症反应 它会放出一些物质 好 还有我们身体里面啊 这个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过敏过来 那么白血球会追过来咯 好追过来 好 跟他打起战来 嗯 这个叫做保卫加盐 好 还有就是癌症烧手细胞也是这样 那癌症烧手细胞 这个是癌烧手细胞 下面这个是癌细胞 那么 烧手细胞 找到癌细胞以后呢 就会把它除死 把癌细胞 把癌细胞消灭掉 把癌细胞消灭掉 还有呢 这个烧手细胞也会直接吞噬癌细胞 好 还有这种 很多很多种的方式 所以我们免疫系统很重要 免疫系统只有在我们细胞内的酸减值 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细胞如果一个杀手细胞 我给免疫系统细胞 细胞里面都酸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阿兵哥生病了嘛 他怎么去打仗呢 怎么去处理这些 就是对抗外面的东西呢 所以说大家就不意外了 看到这里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 细胞免疫失调 会引起很多疾病 神经传导异常 智力神经失调 代谢症候群等等等等 癌症 尤其是癌症 跟这个酸性体质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人体 其实废弃物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酸跟自由基只是一个代表了 我们酸能够排出来 那么其他几百几千种 自由基也能够排出来了 还有很多化学物质啊 废弃物啊 就好像一个烟 一个烟窗 他不可能说只有一种废弃物嘛 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人吃东西 如果没有吸收的话 那么就是大便嘛 肛门排出来 那如果我们吸收以后呢 就是要膀胱排出来 大部分 所以我们吃了拉撒 一个洞进两个洞出 如果这个膀胱的废弃物排不出来 麻烦就大了 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们人体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酸 很多的废弃物 这个肺气物有酸有减 是以酸为主 所以我们的尿一定要是酸的 那么 我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 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尿的酸减值是5 是最好 那5.5还可以 如果6或者超过6 身体就会自由基累积了 你们的我们的细胞就会变酸了 就会细胞内的酸减值就会慢慢降低 这样 所以说这个7.2跟7.35 7.45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细胞内外 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细胞内酸中毒 自由基中毒呢 其实就是要验尿 你看我来示范一下验尿 这个验尿这个一个纸张 我们要先把名字写上去 名字写上去才不会搞错嘛 不然验到别人的尿就很麻烦了 然后把这个试纸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就放到尿里面 这个要关好 不关好很快就会氧化掉了 这个试剂 然后我们把这个尿泡在这个 试纸泡在尿里面 还有要写上这个名字 不要搞错了 搞错了 搞错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用这个对比 看这个是5啊 6啊 7啊 8啊 9啊 差不多看起来大概是5.5左右吧 好 然后呢 测自由基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要写名字 那写名字就把自由基拿出来 把这个蓝色的口向上 然后就折断 折断以后呢 再把尿放在这个试管里面 好 这个试剂 检测剂里面 放在里面以后呢 它就会变颜色了 好 变颜色 看这个 这个下面有一个颜色可以对比 看你是多少 这样 好 好 那么我们自由基检测 它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 这个 当然 越红越不好 好 越淡越好 可是好 也不能单单这样看 好 后面还会跟大家报告 有10种 区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已经发生细胞内酸中毒 要怎么样来急救呢 怎么补救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排掉细胞里面过多的酸跟自由基 根据我多年来的临床经验 我们做自然医学嘛 我们是用水来治病的 用水把它变成氢跟氧 把它吸到身体里面 虽然 这样的水 电解以后 或者交换以后的氢 它不能够治疗任何疾病 可是呢 它千真万确的 它是可以排除掉我们身体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前面有讲过啦 酸跟自由基过多是疾病的源头嘛 如果我们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是不是这个疾病就可以缓解呢 这个是绝对肯定的 所以氢气氢H2它不是药 可是它可以对我们的保健 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忙 这个是我的尿液 我在12月12号那天呢 睡的结果怎么一直醒不来 然后醒来以后 我同事跟我说 你眼睛怎么那么红 看起来很憔悴的样子 我一测我的尿 我吓坏了 原来我的尿酸减值是8 所以呢 我就赶快吸氢 两个小时后就变成5点多 就把酸排出来了 就人叫做神清气爽 一般人尿如果是不够酸 减性这个8 它不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平常我都没有酸中毒的嘛 为什么我那天会这样呢 因为我太累了睡着了 没有开窗 闷坏了 一直把自己的二氧化碳吸进来 这样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那么氢呢 H2呢 氢气 它可以除了可以排酸以外呢 它也可以把自由基同步排出来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Otto 他的学生叫做Crab 如果念医学的人大家都知道Crab 他是1953年诺贝尔奖 森林奖的这个得主 他说我们细胞里面自己会制造水 哦奇怪 会制造水吗 怎么制造呢 事实上 好 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过很少人拿来应用 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两个老师 一个叫做Doctor Robert 一个叫做Crab 他们是两个是我的老师 当然他们可能 不见得会认我这个学生啊 不过他们已经过世了嘛 我就说他是我老师 他们大概也无法辩解 因为我是把他们这两个诺贝尔奖的主的这个成就 发扬光大的一个学生 那么我们的你看啊 我们身体里面就会产生水嘛 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Electron Transport 就是呼吸链转移 把这个葡萄糖跟脂肪酸里面的氢把它转移到这里面来 跟空气中的氧变成水 然后就找这个氢电子 离子 子子就跑来这边发电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很早很早 好几十年前 人家就知道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呼吸链转移 细胞怎么燃烧这样 那么正常就是产生水嘛 如果产生不了水呢 这个制水基啊 如果坏掉啊 充电器坏掉的话 就会产生自由基 OH我们就叫自由基 这个是毒性最强的自由基 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 尤其是这个立腺底的膜 会产生漏电这样 好 所以我们吸了氢以后呢 就马上氢就补足了 就多加一个氢嘛 这个OH叫自由基 加多一个氢就变成水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小朋友 他妥瑞加过冻 为什么他在吸了水电解氢氧气以后呢 他就会变成这样 马上就脑波变正常了 这个是我们叫3D立体脑波 因为他的尿呢 本来是酸中毒的 是7嘛 排不出来 后来吸完就变成5.5 7 这个是7 这个是5.5 同时他的自由基 尿是7变5.5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毒素排出来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原因 虽然我们这个 因为氢它是一种自然疗法的东西 我们是 请他到外面的一个保健馆 去体验一下 然后再回来诊所里面 再检测一次 那么也就是说 他吸了氢以后呢 身上 他细胞就沾了很多水 他本来尿里面 我们尿里面是有碱性的东西 有酸性的东西 可是这个小朋友 他尿里面没有酸 酸跑去哪里呢 堆积在他的细胞里面 堆积在他的脑里面 所以呢 脏他细胞里面 吸的这个水电解清氧气以后 他就变清 进到细胞里面 就变成水 然后就把酸带出来了 就好像我们洗厕所 把厕所洗干净了嘛 把脏东西排掉了 这个就是 细胞内水深层不足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 脏东西排出来了嘛 这个是我们 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一个 咽尿的检查 我们发现大部分人 都是 这个尿是不够酸的 那么当天 来参加的 40多个人里面呢 有 35个人 有做检测 我们发现 他这个尿 是5的人很少 包括 我本人在内是5 另外还有一位是5 那么 5.5的 有三个 然后占了 5.7% 5 然后5.5的占 8.6% 那么6的话 是占了40个% 7跟8是占了45.7个% 所以加上起来 差不多就85 85%的人 都是有这个细胞内过酸 酸性体质的人 可是呢 这些人酸性体质 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呢 大概将近百分之百度 没有感觉怎么样 我们叫做 是我感觉良好 他们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还认为说 嗯 这个我可能 是 刚好太累吧 或者是 刚好我吃素食啊 所以我尿 比较不会酸啊 这个都是错误的嘛 那么 甚至有人还觉得 不会啊 我是很注意这个保养养生的 好吧 好吧 其实啊 当你细胞太酸的时候 尿不够酸的时候呢 疾病就在一酿中了 好像酿酒一样 好像煮饭一样 有一天呢 如果疾病跑出来了 那么我们叫 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熟饭 这个时候来处理呢 就是比较慢了 哈 哈 可是我们知道哈 我们人只要活着 有吸氧气进来 就一定会 产生酸 产生自由基 所以人不可能没有 产生酸的 也不可能 没有产生 自由基的哈 所以我们讲野火烧不尽嘛 哈 春风吹又生 你只要有氧气进来 就一定产生自由基 可是呢 我们的自由基哈 就是要被排出来啊 被排出来才OK 没有排出来就是不行 所以我们讲健康的基础 就是要可以排出酸跟自由基 排不出来就会生病 像这一位 呃 女士哈 你看他的自由基好浓好浓哦 可是他没有任何疾病 他的自由基 为什么会这么浓呢 他已经我们讲破表了 这个我们最浓是10嘛 他这个看起来应该是15 他为什么这么浓呢 我的解释是说 他是一部老爷车了 他87岁了嘛 一部车开了87年 总是很多有损坏了嘛 可是他还是排得出来啊 所以你看他15就变成8了 他的尿也还好 就是6 这个尿的变化我们以后再说这样 所以说这位女士呢 他就是说他很多自由基 没错 可是呢 自由基加氢就被还原哦 因为氢是最好的还原剂嘛 它就变成水 我们说啊 就好像是把这个OH是坏人嘛 自由基 枪自由基 加上氢 就把氢把坏人变好人了 变成水了 就是这个OH 这个要自由基加上水 加上氢就变成水 我们讲完全燃烧了嘛 好 那么这个是我本人的一个尿液 自由基检测 9月25号那天 是放台风架嘛 我记得 好 那么我先测我的尿 觉得闲闲 没事做 我就检测一下 哦 检测一下 吓了一跳 我想我的尿怎么会自由基 这么多啊 我身体不是还挺好的吗 结果呢 我就吸这个星期了 吸了4个小时 还是这样 我想惨了 怎么会这样 结果再吸吸吸吧 变成这样 8个 总共吸到8个小时 才变成这样 所以说 吸的时间多久呢 不一定哦 看每一个人的体质 原则上就是要把氢跟自由基排出来啊 不是 把酸跟自由基排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我的一个个案 他是40岁的男生 他被诊断 10公分的肿瘤 已经转移了 台大台大的意思本来说 不要开了啦 后来当然就是千拜托万拜托 才开 开了以后呢 意思说 已经转移了 已经转移到很多地方了 不要做化疗 不要做放疗 做了也没用 然后当时 我们就接手了 他来找我们 我们就帮他 做我们前后面讲的治疗 他的这个肝病毒毒素 是由600万变正常 胎儿蛋白肝 肝癌指数也变正常 他现在已经回去上班了 本来被认为说可能活不过一两个月的 那么后来我们看 他的这个 他每天都是很认真的 用清来排毒 你看他的这个自由基 有排到没有 就好像把你身体清空了 把垃圾丢光了 丢到家里面垃圾 这个尿也是6 然后变成6 变成5 然后又恢复到8 这样 他每天都做这个事情 每天很认真的遵照我们的医嘱来处理 后来我们发现 如果认同这个理念 还没有到器官衰竭的人 大致上 大概有八九成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么这边有一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 叫做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就是说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前面已经讲过了 大家应该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癌症就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那么我们怎么治疗这种癌症呢 就是说第一 我们要用氢气来排掉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然后呢 可以做断糖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 还有要打维他命C 抗氧化 生酮饮食 它的效果呢 我们下面再谈 还有呢 如果客人的身体 患者的身体还不错的话 我们建议他做热疗 就是39度半到41度区 可以热死癌细胞 这个就是我们针对癌的一个自然疗法 当然了 我们是不会去反对任何癌症专科医师 做他们心目中 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 因为我们有很多叫抢救癌症病人 通常会来找我们的癌症病人 都是医生说你不用不用化疗了 不用放疗了 也没有用了 叫他住安宁病房了 这样才来找我们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跟这个主流医学一个对抗 只是说采取一种对病人没有伤害的一种自然疗法而已 这个就是正直扫描 我们像这个电脑断层看不到有癌细胞 可是如果你打葡萄糖同位素进去 就会看到这个癌细胞 这个是亮点 所以癌细胞喜欢吃葡萄糖 他吃葡萄糖是正常细胞的30倍 同时呢他排出的酸也很多是正常细胞的40倍 所以说我们这个葡萄糖吃太多 癌细胞喜欢吃葡萄糖 癌症病人我们就叫他尽量少吃葡萄糖 少吃葡萄糖 要多吃脂肪酸我们叫生酮饮食 后面还会提到用油脂来取代葡萄糖作为能量的来源 所以说一般人我们就会癌症病人 我们都都会叫他做低糖生酮 或者断糖生酮 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 我本人也是采用这种断糖生酮饮食的疗法 可以保持把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所以呢我们从来不强调 亲戚可以治疗癌症 他只是让我们的细胞变碱而已 不酸 那么所以我们讲说 饿死癌细胞 撑死癌细胞 减死癌细胞 热死癌细胞 这个是我们做自然疗法 对癌症的一个概念 这样 好 所以说前面有提到嘛 不是说你酸有除就好了 那你第一你要看你的尿啊 酸有没有排出来 有些人是9啊 变8 变7啊 变6啊 要变到5才能够酸排掉了嘛 自由基也一样 要检测一下 不是你说的算 比方说 这边有一个病人 他是10多岁就开始全身的肝癌 他来看我的时候呢 全身溃烂 可是他的尿液 既然没有什么自由基哦 你看 酸是1嘛 蛮正常的 他的尿是8 他的酸是排不出来的 他的自由基也是排不出来啊 可是体验的轻以后呢 就变成10最浓嘛 尿酸也排出来一点 那他当时就很生气说 那我我没有自由基 为什么你们把我搞到有自由基呢 我们的护士就被骂了 那后来我跟病人说 你的尿啊 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我帮你把身体里面的垃圾清出来了 他一听 哦原来这样啊 谢谢你帮我清垃圾这样 好 像这边也是有一个病人 他好累好累 整天都昏昏沉沉这样 哦 你看他的尿哦 酸就不够酸嘛 酸累积在身体里面了 当然身体不会好啦 精神不好啊 他体验了清一个小时以后呢 还是没有排出来 你看 他这个时候很一点点红 他尿里面没有自由基啊 可是这里面好像有变淡了一点 4变成3哦 就是我们看这个4变成3 好像有排一点 其实好这个时候 他不是排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是排血液里面的自由基 可是等到他这个尿呢 再体验一个小时以后呢 就变成6 酸有排出来了 哦 7.5变成6 这个时候自由基也被排出来 哇就变成好红哦 然后就哇 不然间人就很舒服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排酸跟排自由基 是我们的本行啦 我们专门做这个的 像这个一个一个先生 他本身是有一种叫做躁郁症嘛 他这个尿是这样 好有自由基好像有排 他的尿是7.5 我们叫做细胞内酸中毒嘛 他体验的氢以后呢 差不多4个小时 流量大概每分钟70个公 L这样 每小时70L 对不起 然后呢 他就这个 如果你不看 不只看这两个 你会说哇 我自由基已经排干净了 可是呢 他再继续体验下去 就会发现说 他怎么就变红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这种案子 这种个案 这个时候呢 他只是排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而细胞外面 血液中的自由基 他这个自由基 细胞里面 后来才排出来的 所以说 我们要很注意解读 不是这样 你就可以很高兴了 还要继续测试一下 这样 像这边一个先生也是这样 你看他的尿是9 变8 然后呢 变6 再变回7.5 这样 然后呢 他的这个尿 你看起初 自由基没有排出来 很透明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自由基 就排出来了 这些自由基排更多了 到最后 自由基又排到没有了 就是说 你这个尿可以再 又变回碱性 就是说 你丢垃圾嘛 丢丢丢丢丢 丢到家里没有垃圾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在这边 在这边给大家传承一下 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亲 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亲 可以用来治疗任何疾病 不过 有一个真理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 反驳的就是说 亲 他的的确确千真万确 是可以把我们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跟酸排得一干二净 这个是科学证据 我们讲真经不怕火炼嘛 我们讲的是真理 不是道理 道理是 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真理是无穷辩驳的 还有 我们知道 酸跟自由基降低 发炎当然也降低咯 而大部分的疾病呢 都跟发炎有关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 排酸排自由基很重要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们去量血压 心跳血糖 血红素体温 血中氧气 什么GOT GBT BUN 糖化血色素 这个都是叫做 还没有抛锚的时候的一个数据嘛 那么我们真正的人要活得健康呢 你一定一定千万要注意你的尿 有没有排酸 也就是说万一你的酸没有排出来的话呢 你细胞里面就太比较酸了 就没有7.2 其实我们人体 细胞外面血管里面的酸减值很难降低 我本身是急诊医师嘛 那如果等到你的这个血液 血液里面就是细胞外的酸减值已经降低了 哇那个就叫做呼吸性或者是代谢性酸中毒 哇那个就是要住院了 甚至住到加护病房 甚至插管治疗等等 这个酸液低 血管的酸很酸的话呢 那就表示病情太严重了这样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就是说 人体细胞里面的自由基一定要被排放掉 跟酸要排放掉 才能够维持健康 那么我们来谈一下 为什么自由基会伤害正常的细胞呢 因为它不完全燃烧的时候 就会产生自由基嘛 这个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呢 它因为切少一个电子 就会伤害到我们细胞里面的电子 这个叫自由基 它少了一个氢的电子 它就抢我们这个 立腺体上面的这个电子 这个叫自由基 OH叫自由基 H2O叫做水 那么抢我们的电子呢 我们的立腺体 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叫Proton leak Proton leak Proton leak 立腺体损坏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逆渗透机啊 或者海水氮化机 这个膜坏掉了 膜坏掉的话就很难修理了 像这一个癌症病人 08ID47 他的力线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我们讲说 HRV 就是智力神经检测 你看 正常是20 我信他是6 6 9 1 两个半页都没有增加 这样 他总能量应该是 总能量 LF加HF应该是 这里没有相加 他的心跳一直都没有下来 像这种就是 立腺体坏掉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象征 像这边有一个老师一个教授 他来找我 他说他好累好累好累 然后呢 睡觉也累 睡醒也累 全身很累 累到连讲话都没力气这样 原来他是癌症 他还没有看过任何医生 他第一次就来找我 问我怎么办 后来我就跟他测智力神经 20 正常是活性20 他是3 交感141 他是6 副交感149 他是1 心跳好快 就是103 那么 知力神经 总活性应该191 他是7 我们叫气若犹斯型 那么后来我一听 哇 他是肺积水 叫他去台大 去抽肺积水 第二天来 还是这样 然后体验了亲以后还是这样 就 这种个案 我们就没有 不愿意 就是说 不是不愿意啦 就是说我们是无能为力了 因为他的立腺体已经坏掉了 像这边有一个46岁膀胺末期的 也是肺积水做化疗嘛 他的立腺体就坏掉啦 他也是这样 你看 正常22 他是4 后来3 3 交感6 1 0.8 副交感67 他是3 1.4 2.1 心跳呢 一直都没有降低 这个我们就是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因为立腺体坏掉了嘛 就好像你一部车子引擎坏掉 你怎么加油 你怎么 怎么去养护都是没有用的啊 好 那么 可是这边有一个患者啊 他就不一样了 他第一次来也是叫做气弱有失心 他是 40岁的年轻人 他是24 活性他是6 吸完轻变16 然后第三天变23 交感10 吸完变35 第二天变282 他的总能量呢 第一天是18 吸完变67 好 然后呢第三天变323 最主要是他的心跳 他的这个 116的心跳 一吸完就降低降低降低 到第三天 一天吸5个小时 好 他就变成79 好 当然他一堆毛病 现在几乎都完全好了 也改天我们有空再聊 那么 另外呢 我们要来做监测的 并不是只有尿 那一般人 一般的业者 或是一般的患者 他们只要做尿液的检测 甚至 呃 就可以了 那可是我们 是做医学嘛 当然我们就是还有别的工具啊 那我们看这个病人叫忧郁症 一直很想自杀 他的脑波是这样好低好低 大家看图试制啊 看图就知道 好 但他体验完亲以后呢 哇 就变成这样 他本来一句话都不讲的 体验完以后心情变得很好啊 他先生在旁边说 他太太 看到人就讲话 他说以前都不讲话的 一个小时之内讲的话 多过以前一个月讲的话 所以说 我是跟他们说 我们吸了氢能够充电 表示说他的脑细胞都还好的 当然有很多人是充不了电的 好 所以说 我们这个自立神经 你立腺体坏掉 看坏到什么程度了 癌症也不一定立腺体就坏掉啊 可是很多癌末病人 我们立腺体坏掉以后 真的是比较麻烦了 嗯 那么有人会问说 那我喝水可以排自由基吗 可以排酸吗 水 其实是只能够排细胞外面的酸 细胞里面的酸是不可能排的了 好 因为 细胞里面的酸 一定要靠立腺体做的水 把酸排掉 因为水是不被允许进入这个细胞里面的 这边有两层细胞膜嘛 我们叫防水层 如果水可以随随便便就跑进来的话 那么我们的细胞不是马上就破掉了吗 所以我们水只能往外排 由立腺体制造的水 把脏东西带出去这样 水是不可以进来细胞里面的 所以说你以为喝水就可以排掉 你细胞里面的酸 哇 那个就是大错特错了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氢吸进来它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基变成水 形成很多很多水 它可以排掉细胞内的酸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像氢这么有效排掉细胞里面的酸 同时排掉自由基 这是一个我本人 一个应该是在人类医疗史上 一个破记录的一个创新跟发现 我们来看氢 它是有两个氢分子有两个电子 那么水就是最大的氢的仓库 H2O两个氢 然后把它电解成氢跟氧 当然产生氢的方式是很多 电解是一个古老的方法 当然非常多离子交换等等 好 我们产生的氢再把它吸到身体里面 就是说水变成氢跟氧 然后再变成水 我们讲 所以我们水一般是用喝的 可是我们是电解成氢跟氧 用吸的 回到身体就变成水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们是怎么疗法 我说我是用水治病 水经过一道手续 就变成氢跟氧 然后把它吸进身体里面 大家看这个 好 这个是鼻吸管 鼻吸管呢 我们这个 连到这个 产生的机器 它就会 好 机器一开就会 产生很多水出来了 产很多水出来 对不起 产很多氢气出来 氢气 声音 好 那么像这位先生 他就是 好 这个我们有视频 今天放不通 没有关系 他就是在吸氢 好 那么吸了以后呢 这个 里面 血液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氢 你一吸 氢就升高 不吸就降低 所以氢是不会残留的 那么 我们 这个 自由基很多 吸了氢以后呢 他就马上把它 变成水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整个的基转 因为氢是一个 非常活药的东西 他专门对抗这个 自由基 叫高度选择性 他一进来 就把这个坏人 干掉了 这样 所以说怎么样证明 吸出来 我们证明出来的是 氢 跟氧 而不是空气 不是水蒸气呢 我们好 如果要做实验的话 测试 大家看这边 会看这个地方 会产生火 火花 它是 像它不会爆炸 它只会有火花出来而已 那么 很多人就问说 那么 信息安全吗 有没有毒性呢 好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氢 它在这个世界上 是周期表里面最轻的一个元素 它的颜值量是1 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好多好多的氢 就是 五六公斤的氢 那么 以这个颜值的数目来讲 氢占百分之六十二 氧是二十四 碳是十二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大家知道 我们身体八成是水 水是什么构成的 就是H2O 其实是氢跟氧 我们身体里面也会产生 百分之 就是以重量来算 有五六公斤的氢 那么整个宇宙来讲 百分之七十三是氢 太阳也是氢 宇宙 亥占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知道的氧 就占个百分之一而已 这个资料是一个非常 下面这个知名的网站 非常有公信力的一个网站 不是我随便掰的 还有你知道的金银铜铁等等 碳等等 蛋 这个占百分之一 所以说 还有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 大肠每天也会产生十四公斤的氢气 益生菌产生 这样 所以你看氢有没有毒性 有没有安全 宇宙都是氢 人体自己会产氢 我们人体百分之六十二是氢 还有就是说 有人做这个深海潜水 怕潜水伏病 就用百分之二十一的氧气 跟七十八的趴的氢 来去呼吸 保护就是不会有潜水伏病 那你看我们这样吸 只不过吸了百分之四的氢而已 是这个很多很多文献 大家看这个八百多篇论文 当然就是这个你可以搜寻一下 这个是我搜集的这个论文 当然你说氢的危险 如果你百分之百用氢 没有氧 人当然会死亡 这个就是少 微量是对人体绝对有用的 还有我们要谈到氢就是说 它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 一个抗氧化抗发炎的物质 怎么样证明呢 我们大家也可以证明 就是说用这个氢 加水铁钉会生锈 没有加氢 加氢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铁钉就不生锈了 它可以抗氧化 还有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多很多的 这个自由基 自由基非常非常多种 那么有的好的有的坏的 这个好的叫活性氧 坏的叫做自由基 那么坏的自由基呢 氢是专门对付它的 就是说氢它只有对付这两种 叫做高度选择性 它不会烂杀无故 不会把好的活性氧杀掉这样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为什么氢能够排除这个自由基呢 它就是前面讲过了 把这个氢自由基还原成水 前面有提过 大家看一下 再温习一下 就可以还原了 就是把这个自由基 经过氢吸到身体里面以后 就变成水 这样 在台湾 观念还赶不上了 听说在美国 医生是可以开清给病人当处方的 我们是不会这样做 我们都是建议病人自己去找 去哪里找自己去吸 我们诊所里面是不提供这个服务的 还有就是说 接下来要谈说 引发细胞酸跟自由基中毒的原因是什么呢 前面有提到嘛 其实就是碳水化和脂肪蛋白质的比例偏差 那当然爆眼爆死 抽烟吸酒吸毒 空气污染 睡眠不好都会嘛 那其实最重要还是 淀粉吃太多 油脂吃不够 空气不流通前面讲过了嘛 像这位先生 他就是说 有一天他来找我 他是因为高血压 负上负下 一下子高到200多 一下低过100这样 他去看急诊医生 只开这个降血压的药给他 没有给他其他的办法 然后他一个礼拜去看了三次急诊 因为他最近我问他病死 因为他每天喝蜂蜜 喝了大概有 一两百细细吧 我认为他是葡萄糖中毒 我们后面才会想到 还会提到 我就叫他从此做生酮饮食 他第一天 这个 这个尿是8 后来变成5.5 自由剂4变9 就是这个尿 自由剂排不出来 尿他也不够酸 吸完就排出来了 第二次呢半个月后还是这样排 结果呢到了 差不多快一个月后 28天后 那么他的这个自由剂就自然排了 这个 这个叫做天然排 人一定要天然排 不能依赖清 所以你看他这个 自由剂就8变9了 这样 我们为什么会说 会会说葡萄糖 太多会引起 淀粉太多会引起 细胞内酸中毒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人体 立腺体燃烧 葡萄糖的效率不是很好 就是说 你燃烧这个葡萄糖 你会得到 38个ATP 可是 也会出来 6个碳 跟6个水嘛 我们把 38 被溜除的话 就会发现 他的 结论是6.33 可是你烧的 如果是脂肪酸的话 你会得到 比较多的ATP 比较少的二氧化碳 所以他的比例就差到27% 差不多快要三分之一了 所以 我们的立腺体燃烧 脂肪酸效率是比较好的 不可以全部都烧 葡萄糖 烧葡萄糖 所以我们如果葡萄糖是太多 人的身体就是有 容易变酸 那你最好吃低糖生通饮食 如果很严重的病人 可能要吃断糖 我们讲 所以分为长糖 低糖 断糖 生通饮食 三种 那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 需要 这个 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 一天大概70公斤的人要2000卡 也就是说 其中 只能够50% 50%来自于淀粉 就差不多是1000大卡 那么1000大卡 一公克 淀粉 葡萄糖会产生4卡的热量 所以一天我们只能吃22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最多 像这样就是说一天 不能超过三碗 不是三碗饭 三碗面 三碗水果 就是三碗的面 加起来的三碗 碳水化合物 这样 一碗饭大概是200多公克 大概一天如果能够吃到一碗饭 一碗的碳水化合物 身体就会好起来 同时油脂要吃到够这样 油脂怎么吃到够后面再提 再来就是看这个绿线体 它会燃烧 会燃烧产生二氧化碳 燃烧 那么 就是整个葡萄糖不能太高 要多烧脂肪酸 要多烧脂肪酸 才会产生比较多的水 跟 比较少的自由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长糖低糖 断糖生通饮食 我们油脂的摄取很重要 所以说 像我本身 我是做断糖生通饮食 因为 我的立腺体 已经不能够烧葡萄糖了 这个改天再来碳 那么我就 就完全靠脂肪 可是 我们的细胞 它的这个 能够代谢的 这个分子 有限 像这个葡萄糖 是6碳糖 123456 6个碳 那么我们的细胞 对于很高的 多碳的一个 一个 脂肪 没有办法代谢 大概最多 只能够带到 8个 跟10个碳的 才能够直接 进入细胞里面燃烧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的这个 肝脏 会把这个 就好像一个木材 你放不到这个罩里面嘛 它就会切切切把它切成铜 四个碳的铜 四个碳的铜 这个三个碳的铜 把它才能够送到细胞里面去燃烧 所以我们叫做 生酮饮食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 很多人 我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 低油 低糖 低盐 那么低糖 当然对了 我们也不过是要 用糖 用油 来做 做原料 他油不吃 他糖不吃 油不吃 那要吃什么 难道吃肉吗 肉也是问题一堆 所以我们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很多 医生也好 一些 可能他们本身都会认为说 要低油 低原 低糖饮食 包括以前的我 也是这样认为 不敢吃油 其实我们油 一公斤体重 我是建议好油 Omega 369 1比1比1 的程度 要吃到 这个 1公斤体重 要1cc 就好像我 我一天 我本人 大概60多 快70公斤 我一天吃的 好油 差不多是 将近100cc 那么 当然其他就是 青菜啊 素食啊等等 油非常重要 因为 我们人 这个 Omega 39 我们是补这个 39 6可以不用补 因为6 会含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 叫做 脂肪酸摄取 最佳比例 就是369 饱和可以不用吃 啊 3跟6很重要 那事实上 6都不会缺乏 很多沙拉 油啊等等 我们身体里面 都是6很多 Omega 3 比较缺乏 这样 所以说 细胜膜 细胞膜 整个都是脂肪做的啦 啊 如果我们的 细胞膜 不够好呢 就会产生肠肉 肺肉 脑肉 等等 如果吃了好的东西 油脂吃够了以后啊 身体就 肉的情况 就会比较少 所以最后呢 就是提到说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 酸性体质 调整的要点 就是说我们要吃到好的油 不要吃到 葡萄糖 蔗糖 果糖 各种的糖度 完全是 ZERO 就是零 那么要吃甜食怎么办呢 就是用天然的甜菊 期待嘛 甜菊的 甜度是蔗糖的300倍 它的这个热量只有蔗糖的三百分之一 所以是很值得推广的一个东西 日本听说有六成的这个甜食的市场 是由 甜 糖的市场是天然的甜菊来期待的 还有我们要吃低淀粉 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要多油 然后要吸清 还有就是窗户要记得开 不要蒙头睡 很多 我们很多精神分裂的病人 都是蒙头睡觉的 常常把头盖起来睡觉 所以说我们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是淀粉吃很多的话 你几乎绝对就会酸性体质了 而油吃不够也会 再来就是细胞内累积太多酸跟自由基 是疾病的源头 清虽然不能够治疗任何疾病 可是呢 如果你吸清 把这个酸跟自由基排掉的话 其实身体很快就会因为 棉系统啊 神经系统啊 智力神经啊 全部改善就改善起来了 所以说像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疾病 它几乎都是可以用 用氢来减轻的 如果我们健保机如果不要亏损的话 其实应该在各个地方 都设一个吸氢站 让人家先吸氢 吸完 就很多疾病它就会消失了 甚至把油都送给想要生病的人来吃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狂想奇想 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到这里 也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了 以后我们会不断的做各种不同的自然医学的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 做一个民众的交易 谢谢 的 我们已经做了 这张再次一次 贴外面 相談 的 一开始 你装有 谢谢观看